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他的音量会不会也让你对这个人有一定的判断呢 今天要跟你分享这篇文字就跟音量二字有关 我们一起来听哈叔的文章 一个人的说话音量暴露了他的层次 身边一朋友问我 三国里诸葛亮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一段故事 我想了想应该是他到孙权的地盘上蛇战群儒 力主孙刘联盟对抗曹操吧 说好听点叫蛇战群儒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帮人吵架 看谁的嘴巴更厉害 三国里凭一张嘴就能弄死人呢 有两次比较著名的事件 这俩人都来自蜀汉阵营 一位自然是三国辩论界的一哥诸葛亮 另一位就是猛人张飞 诸葛亮曾在两军阵前用嘴巴活脱脱骂死曹魏老臣亡了 张飞则是在当阳桥上一声怒吼 吓得曹操身边的夏侯杰肝胆碎裂 坠满而死 与诸葛亮气定神贤的辩论不同 张飞是属于说话声音大 会施吼功的那种粗人唬叫 什么样的人通常说出什么样的话 一个人说话声音的大小 往往暴露他的层次和性格 一 说话音量见一个人的修养 修养往往藏于细节之处 比如一个人说话的音量大小 在电影院里 如果有人在那高声笑谈 大家一般都会带着 鄙夷的眼神看向他 心里骂道 这人素质真差 在公众场合 我们中国人是习惯性大声讲话的 很多人并不觉得自己高声喊叫 大声嬉闹 有无不妥 殊不知 这种行为已经打扰 或影响到了别人 很不幸 今天仍有很多人意识不到这个问题 依然会将公共场合 当成自己家里一样 想干嘛就干嘛 这就暴露出了一个人的层次和修养 梁文道曾在《常识》一书中发问 是什么让香港人十年后自己在餐桌前将说话的音量降低了下来呢 答案是富有 是文明 是人均接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 是修养 修养越高 在开口讲话时越懂得顾及别人的感受 控制说话的分贝和语气尽量不影响到别人 有人会说 我这人性格天生豪迈 我们家人说话就是如此大大咧咧的 这完全可以 但得分场合 懂得控制才行 如果一味打着豪爽的幌子打扰到别人 那么这不是什么豪爽 而是没修养 没素质 是自私 那些有修养的人 即使是争吵和反驳 也不会如泼妇骂街般难看 宋庆龄十五岁进入美国一所女子大学学习 有一次课上讨论历史方面的问题 一位美国学生站起来说 所谓文明古国 比如亚洲的中国 已经被历史淘汰了 宋庆龄听到后连连摇头 但并没有打断她 等她说完了 宋庆龄站了起来 她仍然用一贯柔和的声调说 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 没有被淘汰 有人说 中国像一头沉睡的狮子 但她不会永远睡下去 总有一天 她的吼声将震惊世界 这就是一个人的修养 游礼不在声音大 语气柔和 但充满力量 二 说话音量 减一个人的实力 我很喜欢看香港的古惑仔电影 浩南河山基的古惑仔系列 看了好多遍 在这些电影里 往往会有这样的套路安排 两个社团坐下来谈事情 最先拍桌子 腰五喝六 大声叫嚣的 一般都是那些黄毛绿毛怪小弟 真正有实力的大哥 谈笑间撂下一句话 抛出一个眼神 就能震住对手 正所谓 石墨无声空墨响 满屏不动 半屏摇 那些说话声音很大 动不动就要五喝六的人 往往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 装枪做事罢了 没有什么真材实学 曾有读者问我 喜欢哪位明星 我说了好几个暴露年纪的名字 比如刘德华 周润发 古天乐 周星驰 这些老牌艺人 其实理由很简单 我欣赏他们的演技和实力 更欣赏他们的人品 即使再有地位 对别人说话时 也很有礼貌 没有架子 这几年 刘德华有过公开场合 大声怒斥人的时候 在某活动最后的合影环节 有位粉丝想上台与刘德华合影 被保安一把拉了下来 刘德华怒斥保安 让其助手 事后 被记者问到此事 他只说了 希望大家互相理解 保安也不容易 粉丝要注意安全 你真的很难听到 这些艺人有耍大牌的新闻 反而是现在一些新人 三流都不适的小艺人 态度蛮横的厉害 朋友的公司曾接待过某位艺人 五星级酒店是标配 深夜还要吃麻辣烫 对着工作人员大吼大骂 无奈之下 朋友只好让工作人员 连夜去买了一份麻辣烫回来 那次活动结束后 朋友发誓说 以后再也不请这种小明星了 真喽 如今的胡歌 红透半边天 一是靠作品 二是靠人品 平日带人讲话 极有礼貌 近期微博回复粉丝的事 更让人觉得很暖 圈粉无数 阎王好过 小鬼难缠 真正有实力的人 往往不险山漏水 半调子的人 往往声音却很大 三 说话音量 见一个人的层次 保罗·弗赛尔 在《格调》一书中这样说道 蓝先生夫妇 常冲着对方大吼大叫 声音穿过所有的房间 而白先生一家 总是控制着自己的音量 有时声音小到互相听不见 其实这里的蓝先生和白先生 暗指蓝领和白领 也就是普通工人和白领上班族 虽然这样说 很多人会感到不适 但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 有一次 我在店里买了一组沙发 下午送货的工人师傅来了 砰砰砰的连续敲门 声音很大 当时我孩子正在睡午觉 我赶紧跑去开门 示意他们声音小点 有宝宝正在睡觉 但是进门后依旧很大声地说话 同样是那天下午 一件快递到了 送货小哥来敲门 虽然那时家里无人在休息 但是可以看出来 他在极力压低自己的声音 让我签个字 然后很安静地离开 在高档小区 你很少看到有人家歇斯底里的大声争吵 或听到有人在大喊大叫 但是在普通的民房里 这样的声音几乎每天都有 在西餐厅 在图书馆这些地方 你很难听到有人在大声说话 高谈阔论 但是在小饭馆 在大排档里 却时常热闹 喧闹 层次不同 人的表现也不同 从说话音量上 完全可以感受到 一个人的修养和层次 往往就藏在 言谈举止这些小细节上 而对于说话音量的控制 时常准确地暴露 一个人的修养 层次和性格 有理不在身高 这是我们从小到大 经常都能听到的一句话 但是总架不住 在遇到一些人事物的时候 我们自己往往也会失去控制 所以可能这就需要我们 多提醒提醒自己 你的音量再大 并不代表着你说的话 就有足够相等的分量 如何把话真正说的有分量 就是我们需要在 接下来的日子当中 不断去从内心和行动上 再去提升的了 好了 如果你喜欢这篇文字 也喜欢我的朗读 欢迎你把它转发到朋友圈 让更多人听到和看到吧 如果你对我的声音感兴趣 像在节目之外 跟我有更多的互动跟交流 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 和新浪微博当中 直接搜索 刘江川 也就是文道流 江湖的江 山川的川 这三个字 感谢你的聆听陪伴 我是江川 我在北京 祝你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